新冠状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药局每天都大排长龙 一堆民众抢买口罩 成为了生活的必需品 药局的工作量也跟着暴增 而为了感谢他们的辛劳 花莲市民意国小的小朋友 就发挥了创意 亲手制作感谢卡 寄送给附近的药局 让药师们收到了后直说好窝心 为了感谢近期来工作量暴增的药师 民意国小小朋友自己动手做卡片 拿着色笔仔细涂鸦 更是一字一句写下心中的感谢话语 谢谢你们日以地夜的为我们服务 让我们换到足够的口罩 生病了也可以得到良好的治疗 我想向你们说谢谢你们的付出 我每天用的口罩都是从你们那里来的 其实你们为了这次的疫情 忙到连自己的事情都无法做好 而且每天都面对大批民众 为了谢谢你们为花莲人民处理 我奉上这张卡片表示敬意 谢谢你们 还有小朋友发挥创意 把卡片做成口罩外形 这些举动都是为了感谢药师们 不眠不休的付出 在防疫期间我们真的全民动起来 那么这些工作呢 在我们看到很多人 无形之中加了很多工作 那我也希望借着这一个活动呢 能够给孩子一个机会教育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都全部动起来 让全国的药剂师知道 他们并不孤单 他们的努力是值得的 这间艺人药局 药师同样肩负着包装口罩 和发口罩的责任 收到这张小朋友亲手制作的感谢卡 让药师充满感动直说好窝心 我这个是艺人药局 这你自己在做 我都是一个人做 我们每天都包装口罩 都装到三更半夜 都装到两点多 我一开门准备要卖口罩的时候 他就进来 我还以为他是要来买口罩的 结果不是 结果他是送一张卡片给我 感觉感到很感动 很感动 小小年纪就有这种感恩的心 这个是有正面帮助的 接到这个小朋友的卡片 就觉得说 就是觉得蛮窝心的 忙碌的防疫期间 药局还要面对 可能失控的排队民众 承受很大压力 现在受到意外惊喜 也让药师多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借许力情 华联市报道